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实不虚的 有些朋友在遇到重大的事情时 会来寺院礼佛 保佑他们的幼学 幼职申请顺理通过 所以他们要来临时抱抱佛脚 那么来寺院烧香礼佛 佛菩萨真的会有求必应 保佑每个人心想四成吗 风之凯先生以前写过一篇文章 叫《佛无灵》 里面说到 他的住所圆圆堂在战火中被烧毁了 他的姑母认为他一生吃素 又跟随弘一法师学佛 结果连自己的家也没有保住 于是感慨 众生浩劫佛无灵 风之凯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说 信佛为求人生幸福 我绝不反对 但是只求自己 一人一家的幸福 而不顾他人 我瞧他不起 风之凯先生认为 如果仅以个人的遭遇 来判断佛菩萨 是否比喻众生 是否显灵 是非常可笑的 完全是同佛做买卖 靠佛图力 吃佛饭 其实来寺院礼佛 本身是善缘的开始 是一种修行的方式 尤其是在年节 或者相期时来到寺院 因为众多信众的 善念一起汇聚 共同回向 增长善业 培子福报 功德无量 那么 什么才是正确的 礼佛方式呢 唐代陈冠大师 在《华严经行愿品》 书抄中提到 有十种礼佛 我慢礼 畅和礼 恭敬礼 无相礼 启用礼 内观礼 实相礼 大悲礼 种色礼 无尽礼 礼佛并不仅是身体的跪拜 和称颂佛号 如果图具行事 只会劳尔无功 只有当我们 放下至身的功高我慢 放弃和菩萨做交易的 不存动机 心存恭敬 身行礼拜 持名称颂 以智慧清净 自己的身口一三叶 这才是真正的 礼敬诸佛 其次 佛教所说的 有求必应 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 皈依礼敬 求佛菩萨慈悲护佑 见证我们通过修行 明三世两重因果 灭树世罪业 庄严成就 更完美的自己和世界 另一种更为重要的 是我们每个人 应该向内去寻求 六主慧能大师说过 菩提指向心密 何劳向外求旋 佛性清净的种子 本来存在于我们 每个人的心中 所以 我们应该求的是 让我们的心 与佛相应 让我们的愿 与佛相应 让我们能坚持 做正确的事 为更多人的幸福 而努力 如此 必得佛朴实的加持 有求必应 阿弥陀佛 有求必应 阿弥陀佛